热线12 今日关注 云南 拖挂车高速上自然起火 所载20辆新车全部烧毁 贵州安顺 司机最下被查 众家属暴力抗访 福建厦门 丁烧执法车 车托组群通风报信被抓获 山东围方 男子QQ假冒老板 财务人员被骗转账18万元 广西玉岭 留守女童遭性侵 实名施暴者获刑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李小辉 先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4月14日凌晨 在昆摩高速公路上 一辆重庆牌照的拖挂车 发生自然 车上拉载的20辆新车 全部烧毁 一起来看 事故发生在4月14号凌晨2点左右 着火的拖挂车被熊熊大火包围 事故发生后 玉岐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 立即联系原江消防前往处置 并对玉岐往原江方向的车辆进行截流 直至大晚凌晨3点30分左右 明火才最终被扑灭 明火被扑灭以后 拖挂车以及车上拉载的所有车辆 都已经被烧得漆黑 只剩下的车架几乎全部报废 据交警出不了解 起火拖挂车是一辆重庆牌照的车辆 三天前从重庆出发前往景洪市 车上载有20辆全新的面包车 4月14号凌晨2点左右 拖挂车经过原江境内世界第一高桥时 驾驶员发现拖挂车左后轮爆胎 因为考虑桥上停车有安全隐患 驾驶员便继续向前行驶 当车辆到达原江立交桥下驶 突然起火 而且火势越来越猛 由于大火的灼烧 桥梁底部的预制板明显发白 表面混凝土也开始块状脱落 地面甚至有融化的铁水 目前检测部门已经到达现场 对原江立交桥进行安全检测 在结果出来之前 高速交警将会对原江立交桥 进行双向交通管制 途经车辆需要绕行 据了解 大桥的受损程度 需要专家鉴定后才能确定 而这笔费用将会由 拖挂车驾驶员承担 下一条消息 日前 贵州省安顺市交警支队的民警 在对一辆小型客车 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该车的驾驶员 有酒驾的嫌疑 民警随即对该驾驶员 进行了酒精测试 而随后的场面却有些失控 日前 贵州省安顺市交警支队的民警 在对一辆小型客车 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车驾驶员 有酒驾的嫌疑 民警随即对该驾驶员 进行了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该驾驶员每100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达到153毫克 涉嫌醉酒驾驶 但是 就在民警对其进行 依法处理的时候 该驾驶员打电话 叫来了其家属范茅 没过多久 同样处于醉酒状态的范茅 到达了事发现场 但是范茅不仅没有 劝导驾驶员配合民警工作 还对执行民警 进行了言语上的挑衅 他就来到了现场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执法 进行一个干扰 他又是叫那个范茅雄 拒绝签字 又是叫他在地上躺着 就不要起来 随后 当民警准备带该驾驶员 去医院进行抽血化验的时候 自称是驾驶员哥哥的范茅 开始阻挠民警之法 看到这样的情况 执行民警开始对其进行劝导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后 范茅依然不肯让民警和驾驶员离开 语言和行为也越来越激动 在劝导无果的情况下 执行民警对范茅 采取了强制措施 并立即向大队领导汇报了情况 随后 接到指令的安顺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的民警迅速赶到 强行将驾驶员带离了现场 并同时将范茅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范茅来到医院后 竟然又对民警耍起了酒疯 倒在地上不肯起来 而他们闻声赶来的亲属 则开始对民警进行围攻 然后后面他还打电话 把他的家属叫来 大概可能有十来个左右吧 然后就对我们的这个知情民警 进行一个围攻 堵截 而不让我们走 女子战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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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范卯的家属们情绪十分激动 不愿配合民警执法 为了防止事件恶化 现场民警立即联系了 安顺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民警 开发区分局接到报警后 迅速组织警力干往现场 将范卯及其到场闹事的家属 全部强行带离 目前由于涉嫌严重暴力抗法 该男子及其家属已被依法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好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两位嘉宾 一位是杨延超律师 欢迎你 还有就是什么的栏目特约评论 成立根老师 欢迎你 从片子当中我们看 这位司机已经是最久驾驶了 是吧 但是司机的家属到现场以后 还出言不逊 阻挠这个执法 那么司机和他的家属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对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不仅在想 法律的尊严何在 法律的信仰何在 实质上罪酒驾驶 已经构成违法甚至犯罪了 因为我们刑法上 专门有一个条文叫 危险驾驶罪 对 那么这本身违法之后 家属的行为更是不理性 这个行为采用 威胁暴力的方式 抗拒公务人员执法 那么在我们的刑法上 也同样有这样一个罪名 就是以暴力抗拒执法 而且这个犯罪 它的量刑比危险驾驶罪 还要重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想到 叫法律是什么 有法必义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所以我们需要有对法律的 充分的尊重和信仰 好 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货运车辆超限违法运输 一直是交通执法部门 打击的重点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厦门马向超限运输检测站的 执法人员却发现 他们的执法行动 常常是扑空了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他们发现了一群 专门钉烧执法车的车拖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 有一伙人24小时轮流守候 在超限运输检测站门口 只要执法车辆一出动 他们就在微信群里通风报信 超限的货车司机收到信息后 便与交通执法人员玩起了躲猫猫 绕路逃避处罚 针对这些专门钉烧执法车的车拖 4月6号凌晨 福建省厦门市马向超限运输检测站 与公安特警联手展开打击行动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 这名女司机声称自己是在等人 然而当执法人员拿起 副驾驶座上的手机时 女司机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打开手机 执法人员发现一个名为 中国泉下公路巡逻大队的微信群 群里聊天的内容 竟然都是关于执法车辆的最新动态 随后执法人员还在其余的车辆上 搜查出棍棒对讲机等工具 过来跟我们给他报信 说我们执法车行到哪里了 他就可以报 他可以从另外一条路走 目前这些涉嫌盯烧执法车的车托 已经被移交至马向排出所 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 交通执法人员表示 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与公安部门 建立常态的联合执法机制 打击丁烧报信等违法行为 严查路面超限运输车辆 和执法人员躲包包的行为 我不知道陈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刚才杨丽是说过一个暴力抗法 他虽然不是暴力 我觉得他也是对抗法律 向法律挑衅 所以我觉得这种丁烧人员 就更具危险性跟危害性 所以我觉得要加大 对电线的打击力度 但是我不知道 比如他们这种犯罪的行为 包括有些这种抄袋 它是有直接量刑的 所以对这人加大打击上 法律上可能要有相应的一些规定 那么这些车托 他们的这种通风报信的行为 是不是涉嫌违法了 他们要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 对 我想在我们的行政处罚法当中 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如果这样的行为 它妨碍了公务人员去执法的话 它构成了行政违法 这种躲猫猫的行为 客观上讲 就让行政执法过程变得特别困难 所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这种行为构成行政违法 可能会被罚款甚至被拘留 最近一段时间 常有不法分子通过潜伏在公司QQ群中 用伪装的账号向财务人员提出汇款的要求 最近山东维方昌乐县开发区某公司的财务经理 王女士就中招了 2015年年底的一天下午 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忙碌着 她的QQ头像突然闪动起来 她打开一看 原来是公司老板给她发送了一条信息 聊天的过程中 老板要求王女士汇款 因为当时已经接近五点 大额汇款已经无法汇出 当时王女士就问老板 说是大额汇款汇不出去了 但是老板说用得很急 要求她马上汇到上海的一个账户 当时因为是上海的货 老板也在那地方休息了 然后我上海汇回来 所以我就行走 接着汇过去 第二天 那个老板在QQ上要求再次汇款 王女士一看账户上已经没那么多钱了 就把对账单发给了老板 但一直没有回音 王女士就给公司老板发了个微信 但是老板回复说 他没让王女士汇款 我发了以后 我看一个 可能先设为这 有一个18万6的支付 我觉得这个客户不错 我就找个会计沟通是拿来的 会计的 当时不反馈的 是昨天晚上是通过 这个去执行支付 让他去支付的 公司老板告诉王女士 自己根本没有跟他聊过天 是自己的QQ号码被盗了 王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赶紧报了警 当天开网区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这个部门以后 他们即时地把这个受害人的账户 向我们进行的反馈 我们依据相关的工作机制 即时地把对方的账户 进行的支付 然后通过案件推送单的这样一种行事 推送到了刑警大队和下去派出所 山东省维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反信息诈骗中心 立即对账户进行了支付 之后 办案民警迅速奔赴上海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找到了账户的户主 并对账户进行了侦查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 最终成功追回了13万余员 当时觉得以后通过报案 感觉这个签运已经是 他一天完后 那个期限左右支付 到第二天中国 下午报案以后 应该是一天的时间 感觉这个签可能受不了 可能行不倒 但是经过公安局 利用了一些侦查手段 到了完后以后 就是限运还有13万多 没有支付 就搬到一块 到了冬结 目前该案正在审查中 涉案犯对嫌疑人 也在进一步追查中 被追回的13万余员 已经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下面进入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站 录入信息 同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 也可以查看更多的寻人信息 陈文峰 男 1998年6月23号出生 2006年7月5号 在广东省新宁市 宣明村四八队走失 体貌特征 身上有遗传性白斑 两个头悬 崔鹏 男 1993年9月10号出生 1995年11月6号 在云南省昭通市 昭阳区旧浦镇 三善堂村走失 体貌特征 瓜子脸 双眼皮 高鼻梁 手臂上有黄豆大小 接种预防针针痕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广西御林的贾大强 常年打工在外 暑假期间回到家以后 发现女儿行为异常 居然和60多岁的老年人交往密切 再三拷问之后 女儿道出了遭多人性侵 并且持续了两年之久 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3年 广西御林发生了一起 震惊全国的案子 一名13岁少女小霞 向父亲加大墙 讲述了自己两年前 被人性侵一事 事件发生后 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是你家的房子 就是我住的房子 原来一家就这一间房子 就是这一间房子 原来就是他们两个 两姐妹学家 你们夫妻学里面 就这一间房子 这名中年男子就是贾大墙 多年来贾大墙夫妇俩 一直在广东惠州打工 每年只有过年过节时 才能偶尔回家 2013年暑期 贾大墙为看望家中的女儿 回了一趟育林老家 没有想到 却在村子里听到了一些 关于女儿的风言风语 小霞是贾大墙夫妇的大女儿 当时刚刚小学毕业 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很好 但还过得去 平时在家里 小霞就是一个小大人 各种家务事 洗衣做饭 都是她在张罗 在父亲贾大墙眼里 女儿还算乖巧 会有什么问题呢 她开始暗中观察 结果发现 小霞的行为有些反常 小霞所在的村子很大 共有九个村民小组 三四千人 父亲注意到 小霞有时会借村子里 一名陈姓男子的 电动自行车来骑 陈姓男子快六十岁了 妻子去世 子女不在身边 一个人独居 十三岁的女儿 怎么会和他熟悉呢 贾大墙决定问问小霞 没有想到小霞 却什么都不肯说 我这样再问他 问他想他 后来他都不说不说 我就拿木管来打他 愤怒的贾大墙 动手打了小霞 棍子打折了 小霞还是不肯开口 这样的殴打 一直持续了两三天 小霞最后扛不住了 才说出了事情 结果小霞一开口 贾大墙就差点晕了过去 小霞说 他之所以能够借到 陈姓男子的车 是因为陈姓男子 曾经和别人一起强奸了他 小霞的表姑给记者 复述了小霞当时的话 碰到那个人 那个人他是去砍竹树 可能是近周围 没见他一个 就把他拉上山去 小霞的表姑说 强奸最早发生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小霞才十一岁 身体刚刚发育 身高还不到一米五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的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 当时的小霞一脸稚嫩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 小霞一个人在田地里捡田螺 被同村的一名村民黄某看到 黄某1937年出生 当时74岁 第一次黄某的强奸没有成功 可是事情过后 小霞并没有声张 因为父母都不在家 他选择了陈某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小霞的陈某 却让黄某更加猖狂 黄某的家 离小霞家的菜地 只隔了一条马路 几天后小霞一个人去菜园摘菜 黄某再次出现 他将小霞挟持到了他的屋子里 让他不要动 你动着 把你的手扯动去 第二次也没有 第二次抢签 同样没有得手 但是黄某并没有放弃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再次将小霞 强行拖进了他的屋子 并将小霞捆绑了起来 最终施暴成功 小霞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 黄某又将小霞拉进屋内 这次屋里面 又多了一个人 周某 周某是1941年出生的 也是70多岁 那天这两个人 轮肩了小霞 再后来 借车给他的陈姓男子 也加入了进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三人前后 二十多次强奸了小霞 我那个心里面一直想 想了好几天 后来我就 就想一动手那时候 我就跟我哥哥打个电话 我那个唐哥打个电话 我说唐哥 如果 如果我出事的时候 你就看看我的家庭 就是这样 后来 后来他就 就劝我 不要 不要做这个傻事 冷静下来的贾大强 带着小霞来到了派出所 可在派出所里 事情越变越复杂 强奸小霞的人数 变成了18人 在笔录中小霞说 多年来 强奸他的不仅有 前面的三个人 另外还有15人 总数为18人 而这些人之中 年龄最大的就是 74岁的黄某 年龄最小的一个人 是1969年出生的 当年42岁 其中16人 是他们本村的 还有两人是外村的 18个人 就外村的 就外村的不认识 本村的 70多岁的 每一个我的认识 小小年纪 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时间还长达两年多 这让贾大强感到十分内疚 他希望警方能够抓住那些犯罪嫌疑人 将他们绳之以法 可是事情的发展 就让他有些始料不及 2013年5月26日 玉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 题目为 13岁女孩遭性侵 谁知过 具体讲述了小霞被人性侵的过程 新闻中 记者采访了当地警方 警方表示 他们进行了查处 但只抓到了10名犯罪嫌疑人 其他人还在进行调查 到了2013年年底 当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最终被公诉的人 也只有10人 并不是小霞自数的18人 事实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记者 曾与当地的公安和检察院联系过 他们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不过贾大强说 警方曾经给他解释过 余下的8人除一人外逃 另外7人不承认强奸的事实 他们找不到证据 公安定啊 他说个公安定 公安定他说个上面警察用定的 你用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 无法将涉案者全部抓获归案 这对贾大强来说 无疑是一个打击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让贾大强更加难以接受 派出所所长的说法 直接否认了小霞曾经被人强奸 他认为小霞与人发生性关系 是出于自愿 而派出所之所以会这么说 主要原因是小霞收了别人的钱 强奸变成了小霞为了钱 主动与他人发生性关系 案情出现了巨大的反转 这让贾大强解家人感到很难接受 但是案件当中 确实存在着不少的疑问 第一 如果是强奸 为何小霞还能和强奸他的人 相处得不错 还能借他们的电动自行车骑 第二 如果是强奸 父亲追问他 他为何不肯开口 直到被打了两三天后 才愿意说出实情 第三 强奸他的人数为何能多达18人 还都给过他钱 能回答这些疑问的 只有小霞本人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小霞曾经接受过采访 他是这样说的 是你有意识地跟他们要钱 还是他们给你的 他们给我的 给多少 20块 15 就是他们想给多少的时候 给多少是吗 每个人每回都会给吗 有一些 小霞承认收了别人的钱 但是他说这些钱并不是他主动要的 而是别人硬塞给他的 目的是为了堵住他的罪 之前呢他都是硬拉去 他奶奶试着硬塞一钱给他 然后呢叫他出去呢 不准奖 回家里面不准奖 开始的时候他也没用的钱 他收了 好久了以后 可能他才拿去买东西吃 就是说他一直怕这个时候 他因为他已经用了人家的钱 他就怕他把他打他 小霞的表姑说 这些世报者一方面用钱 来利用心智不全 年仅11岁的小霞 另一方面又用暴力来威胁他 让他不敢将真相向外人透露 正是这些人的威胁和利用 才让小霞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你是在害怕什么 不敢说出去 你是怕被他们报复吗 是 我听你爸爸讲 他们有恐吓你 有 能讲一讲他们是怎么威胁你的 跟我们说不要说出去 如果你说什么就撒死你 施暴者的威胁和利用 可以解释 为什么小霞不愿将此事告诉别人 但他为什么能与那些施暴者 相处得不错呢 而且施暴者又为何能够多达18人呢 这些事情你从来没有透露给任何人知道过 没有 你爸爸妈妈通常多久回一次家 过年的时间 他们也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没有 小霞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收入并不高 每年只有三四万元 此外小霞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 这些年为了给弟弟治病 父母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因此父母能给小霞提供的 只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无法像其他父母一样 给他零花钱 去买零食和玩具 而零食和玩具 对贫困的小霞来说 却有着强大的诱惑力 你给那零花钱 你用不了多久是吗 那是呢 所以我认为这是后来 他人家给那钱 他都是去拿去买零食吃 施暴者给的钱 能够买到零食和玩具 这让年幼的小霞忽视了强奸 给他带来的伤害 另外小霞所在的村子比较封闭 父母又长期不在身边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 什么是强奸 被人强奸有意味着什么 反正他说每一次都 都不是他主动 脱的那衣服的 移植到后来所谓的那些人 说他是心甘情愿地去了 他自愿去了 后来那人就说他这样说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 不是他说愿 他也不懂这个事 年幼无知被人威胁 远离父母 再加上零花钱的利用 小霞的表姑分析 正是这些因素 结合在一起 才让小霞对被别人强奸 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麻木 反抗也越来越少 而那些伤害小霞的人 则把这种麻木 当成是默认 从而变得愈发猖狂 一直最后发展到了18人之多 小霞的父亲坚持认为 小霞虽然拿了别人的钱 但是警方不能将年幼无知的小霞 与那些失足妇女等同起来 但是小霞父亲的辩解 并没有被认同 这是小霞的父亲给记者提供的一份 公诉舒服引戒 公诉的对象 是在小霞案件中被警方抓获的 那十名犯罪嫌疑人 检查机关只是对最先 性侵小霞的黄某 周某和陈某三人 以涉嫌强奸罪提起了公诉 对余下的妻人 则是以涉嫌 嫖宿幼女罪提起了公诉 对此贾大强很难接受 根据当地警方介绍 事实上 在小霞被人性侵了两年多里 村子里有不少人是知情的 但是他们认为小霞收钱是自愿的 施暴者不违法 所以就听之认之了 事情发生后 警方抓捕了犯罪嫌疑人 而许多村民 特别是被抓村民的家属们 都认为是小霞害了这些被抓的人 对小霞十分厌恶 这些人后来怎么看你 骂我 有人骂你 小霞的遭遇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许多媒体认为 当地检察院将小霞 与社会上的失足妇女等同起来 将案件中的七名嫌疑人 认定为涉嫌嫖宿幼女罪 是混淆了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区别 导致小霞再次受到了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下 当地法院最终没有认同检察院的说法 认定小霞案件中涉及到的 十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强奸罪 分别给他们判处了两年 指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虽然认为法院的判决过情 但是贾大强也不想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他认为此时最要紧的是小霞的身心健康 案发后不久 贾大强就将女儿带到了广东 在这里小霞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这几张奖状就是小霞到广东后获得的 贾大强说 他希望女儿的生活能够尽快走上正轨 但愿时间能够抚平她心中的伤痛 我们知道在已经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 删除了嫖宿幼女罪的规定 而在本案当中 当地法院最终也认定 小霞案件中涉及到的10名嫌疑人 都是强奸罪 我们先请杨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对 原来的嫖宿幼女罪被删除了 那么之所以删除它 这个概念当中有一个词叫嫖宿 这是在法律意义上 对幼女是非常的不尊重的 所以法律把它删掉了 那么类似的行为 也就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 那么按照强奸罪论处 那么这里面法律意义上的幼女 一般是指14周岁以下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她是否自怨 那么法律都认定 按照强奸罪从众处罚 这个被告人 她有的时候会抗辩 她说她的身体发育 我不知道她就是一个幼女 那么11周岁的法律规定 12周岁以下的绝对保护原则 这样的抗辩 法律不予支持 那剩余的8名涉案人员当中 除一人外逃以外 7人都是因为缺乏证据 难以定罪 那这个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在遭遇性侵案件当中 这个受害者应该怎样收集证据 对 类似的案件证据至关重要 那么重要的证据 就是在强奸罪过程当中的证据 特别重要 包括这个经验 包括身体上的抓痕 也包括撕碎的衣服 这些可能作为定案来说 十分关键 当然除此之外 犯罪之前之后的证据 也要注意搜集 之前的证据 包括与被告人之间的聊天记录 作为证据 之后医院的体检报告 也可以作为证据 而从小霞第一次被强奸 直到被他的父亲发现 足足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伤害能够持续这么久 我不知道程老师 你怎么看这中间的问题 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以后 一是感到很痛心 二是感到很气愤 痛心是因为这样的一些 留守儿童 在这个家庭当中 因为得不到父母的这种关爱 所以他的生活 其实很难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得到 大人的这种教育和爱护 包括这个当中 比如说对性知识 对自己保护 都没有得到 还有村民们 为什么在这个当中很冷漠 他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很难分辨 我觉得他没有知识 没有法律的这种意识 我们感到气愤的是什么 其实无论如何 你一个成年人的老年人 对于孩子的爱护 跟是否信心 你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这一点上 你没有任何的底线跟法律 什么所不能接受的 而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 他的家人和村民 还会对这个小夏 还有另外的一个歧视的眼光 就是更不能让我们来接受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难道你没有良知吗 你没有基本的常识吗 没有最基本的法律的意识吗 如果换问一想 这个孩子是你的女儿 是你的孙女 你又应该做何去考虑的 如果这个女性 是一个相对起来强势的一个女孩子 你又会去怎么想呢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感觉到 气愤和痛心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对这类事情的 这种干预和管理 那方方面面暴露出来的问题 让留守女童成为了 极易受到伤害的一个脆弱的群体 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 他们的权益呢 杨律师 对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一个通知或规定 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 权益保护的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当中 就是要要求地方民政部门 地方政府 公安机关 全部动员起来 要着意排查农村的留守儿童 那么对于他们当中 权益有可能会受到侵害的 要及时地先进行调查 先进行采取一定的保障措施 刚才杨律师所说的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现在也做了很多的摩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深夜巷口 少女惨遭毒打 三天两天经常打 就是半天吵死人 家暴背后竟现惊人隐情 他不但是家暴 他对他 父亲对他是有性侵的 亲生父亲为何将毒手伸向女儿 他的母亲又为何选择监口不言 以其家暴引出的真相 热线十二 明日不出 宝宝 总是 怎么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